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连观 我到最后一刻不准苏醒 明白 放心吧 陆总 再这样下去 我们就算得到满分也没有可能超越陆氏了 老大在那边肯定急死了 这可是他偶心力学做了三个月的衣服 绝对没问题 你放心吧 此时走上梯台的 是一名特殊的国特 他就是今年高定界的新秀 清书高定的创始人秦书小姐 到底这件压轴的服势有何玄机呢 让我们来一探究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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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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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数这么低啊 我想说两句 我能理解 大家对我 打出的这个超低分 感到不满意 毕竟 轻书高定的自由展示 效果惊艳 我个人呢 也十分欣赏 这位年轻设计师的创意 和成果 但是呢 大家似乎忘记了一点 本次招标会自由展示环节 对于才智的亲夫性 提出了明确要求 金属材质 是不允许直接接触皮肤的 根据我们手上的资料 你这件衣服 是含有金属材质的 各位评委老师 能允许我 做一个解释吗 请讲 这里面 确实是金属 但表层 加了一层镇丝纳米涂层 是顶级亲夫的涂层 其触感不耀于真思 这也是在摸金环节 陆总猜错蝴蝶材质的原因 这个 原来这么回事 没想到 作为一个新晋团体 你选择了这样的方式 在台上展示你的服饰 我很钦佩你的勇气 它确实让我眼前为止一亮 我想关于 秦福涂层的研究 你一定有自己的 原因和想法 我想听一听你这次的 设计理念是什么 我知道你干什么 你给我放手 你爆开我 你放我出去 是一场大火 三年前的一场大火 我受了很严重的伤 整整三年 我才重新站了起来 现在的我 表面上看起来与常人并无区别 但其实 我的皮肤非常敏感 很多稳定性极高的材料 接触后都会过敏 尤其是在高温状态下 为了减少过敏带来的伤痛 我把亲肤涂层 作为团队技术突破主攻方向 目前 算是小有成果 我身上穿的每一件衣服 与皮肤 有可能直接接触的部分 都做了特别涂层处理 到目前为止 没有再发生过过敏现象 我作为高定行业的一个新人 今天来到阿黛拉的梯台上 我做了自己的模特 穿着这套蝴蝶装 我明知道 不可能和各位行业前辈竞争 但是我还是想通过 阿黛拉的影响力 让大家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有这样几个执着的人 钻研了这样一种小众的技术 能把那些 与我有过同样遭遇的人 从难言的痛苦中解救出来 哪怕只是减轻一点点 就足够 清书高定 亲夫涂槽 请大家记住我们 传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大家 等爱评委最终的商议结果 怎么样 没事吧 快点冰淡敷一下 放心吧 我没事的 刚才真是太精彩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 有设计师 愿意把自己的痛苦 拿出来分享 阿淑 你真是太了不起了 但是这样的话 回忆起来你不难受吗 为了秦家 我做什么都愿意 你是哥哥的骄傲 赶快再敷一下 设灯太强 当心过敏 谢谢哥 各位朋友 结果已经出来了 本次阿淇勒集团 全线高定产品 中标方式 陆市高定陆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新闻 心涉及 潜传 第一 ti 大 公 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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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希望眼前的情感